1.2.5 現在我們的福袋時間 題目在哪裡呢 我們要比到金鐘獎 在這裡 我以為是在這 題目是 聽完之後我說翻再翻 好 請將音符由節奏快排到慢 最快答對者獲勝 了解嗎 由最快排到最慢 左到右 OK 準備 請作答 快排到慢 快到慢 這個太容易了 這太簡單了啦 這個我錯不清楚 好了 好 來 蔡米佑先 答案 1 3 2 對不對 1 3 2 來 你們答案 1 3 2 你們是2 3 1喔 是2 3 1喔 這個是 對 我們這兩個寫快 所以我剛剛講快是你的 對 米菲 對不起囉 那個蔡米佑快你們大概將近 對 蔡米佑 蔡米佑是音樂專科 我們不是音樂專科 我是科班 陳蕙拳也算啊 對啊 你們就是今天拿到福袋的人 對 1 2 3的順序怎麼排 當然要先打嘛對不對 我覺得先打 真的壓力太大了 我不要先打 可以簡陋嗎 第二個 我是覺得我當 那最後一個感覺 他可能簡陋了以後答錯 第二個答錯以後 第三個可能要重新再答題 要換題目了 所以我覺得 我還是在總結比較好 第二 聰明 誰第一 第一 第一我是覺得 留給比較答題經驗豐富的 丹尼哥 丹尼斯哥 好少喔 丹尼斯一 二 三 注意到這個順序 對 注意到這個順序 好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題目 可以很清楚看到 第一個是八分音符 然後再來四分音符 最後是二分音符 沒錯 對吧 所以四分音符 所以由快到慢 真的是一三二的組合 對 這個小豆苗是十星的是四分的 空星的是兩分的 很清楚吧 由尾巴的是八分的 所以八分當然是快了 對不對 必然是 對 好了 我可以補充 那個只有一個圈圈的 沒有任何的那個桿子 沒有桿子的 它那個叫做全音符 全音符 它是佔滿整個小節的音符 對 漂亮 對 這是樂禮啦 應該現在一般都有上吧 沒上的話 我們也不知道教育出了什麼問題 應該有上 好 來 三組請就位 大家好 我是你研究員蔡以上華 進入到我們的 機會與命運 這一支要告訴機會去朋友 注意了 答題正確 你命運去的隊友 才能夠去按命運之牛 累積你們的獎金數 但是只要你答錯 答題正確的轉移 別人就會拿獎金了 但是不到最後一刻 千萬不能放棄 因為我們的獎金 不斷地在累積 只有最後贏家 能夠拿到這個大獎喔 我們來看一下 夢幻大獎 有哪些打開夢幻大門 開個門 看一下 漂亮 好 對這個部分 我們有居家清潔 還有視聽娛樂 以及運動紓壓組合 同時可以看到 在十萬大獎的部分呢 是一台很厲害的運動紓壓儀 那麼我們的加碼 二十萬大獎不得了了 是Q力 8K 兩字電視 是不是超級好的啊 所以努力搶大獎吧 第一回合 Round 1 總答題時間只有三分鐘 你們每個人也只有一個 換位的牌子 這牌子這一集整集 只能用一次 好不好 掌握機會是能夠靠近勝利 但決定勝利 真正的決定未來 只有靠命運 OK 來了 Dennis準備 三分鐘準備倒數 新攻略機會賽 請出題 今天樂曲卡農 其實它不是一首歌的名字 而是一種作曲方式 請問它的原意是什麼 A 連續 B 規律 C 節奏 我聽流行樂的同學 這不是我的聽 有點太早了 等一下 時間再早 兩分四十秒了 亂猜 我的答案是 C 節奏 鎖力 卡農怎麼哼你知道嗎 No I don't You don't I don't 它是一個流行歌嗎 是嗎 它是個流行歌嗎 在你的世界 你這樣聽起來 你這樣聽起來是什麼 你這樣聽起來是什麼 連續 它不是連續是規律 怎麼樣都不會是節奏 好 好 它答了節奏 請揭曉 把題拳轉移到蔡敏祐安排得真好 計時開始 我覺得應該是A 連續 我的答案是A A 節奏力 它不是一種規律嗎 因為其實它旋律有一直在變 但是它就是那個 前進的和弦組合 它是一直連續下去的 你是看它的和弦組合 對 雖然我學古典音樂 但是這一題我真的不太確定 我是覺得答錯的話 你的會比Dennis好笑 不過也沒有什麼特別強調什麼 都不舒服 我就是很棒 對不對 專業不專業 對不對 Dennis對不對 答錯沒辦法 廣播DJ 他答錯很合理嘛 對不對 卡農 他連務農都不會愛卡農 我只知道我可以是流行歌 謝謝 好 連續 到對面 請揭曉 它明明就是一種規律 我對不起 我的 它走完以後再走 走完以後再走啊 對 是規律 如果這樣想起來的話應該是 一直 而且是一直 它沒有一直 它沒有一直 無停的一直 對 它不是規律是什麼 好 要告訴大家 其實卡農它算是一種 音樂譜曲的技法 那麼在最早十二世紀的時候 在德國跟法國 就已經有這樣的一個譜曲方式了 那麼在卡農這種技法裡頭 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第一個旋律 它基本上是一個導具 在之後每一段的譜曲的方式 都是它的搭句 所以卡農它有伴奏 卡農轉位 卡農 逆行 卡農 那麼其實比較經典的歌曲 也可以聽巴哈的 無首卡農變奏曲 就能夠聽出來了 我們達理學莫名其妙的簡陋 就露到米菲這邊來 對 剛才被安排的命運 接下來你要創造命運 好 OK 米菲 我可以的 還有兩分三十一秒 準備 請 請 請 小心 小心 你們怎樣 米菲 請出禮 實驗發現 在與異性的聊天約會的過程當中 一邊想用什麼東西 可以提升告白的成功率 A 吃冰淇淋 B 喝熱咖啡 C 喝冰可樂 我的答案是 A 吃冰淇淋 所以 異性聊天約會 不就是喝咖啡嗎 吃冰淇淋感覺好像吃甜的 好像心情好像就會比較好一點 你覺得可樂熱量 跟冰淇淋哪一個熱量高啊 都會 A A A 你在冰淇淋的A 原答了 A 口A 冰淇淋有個讓人家覺得甜蜜的感覺 對 尤其還能共吃一根的話 那更厲害了 Oh my God 你看 淡水那個碼頭的那一根巨無霸 對 那個可以吃多久你知道嗎 Oh my God 都可以從早上吃到晚上了這樣 你冷靜 好 來 請揭曉 吃冰淇淋可以提升告白的成功率嗎 不對 答題先轉移了 Dennis準備答題 計時開始 是咖啡還是冰可樂 我的答案是喝熱咖啡 B B B 反過來想 熱咖啡不是太合理了嗎 我沒有失手過 喝熱咖啡 完了 你喝熱咖啡沒有失手 不是喝杯咖啡嗎 我們喝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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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喝熱咖啡 請介紹 請介紹 科學家要告訴大家說 其實你的告白要成功的 你可以用一些科學的方式 它其實是都跟我們的生理關係 有依據的 像是呢 如果你要找對方去告白 去約會的話 最好找一些比較溫暖的空間 那其實比起吃冰淇淋啊 喝冰飲料啊 容易讓人越喝心越寒 所以這個時候呢 喝一些熱飲 倒不一定要是咖啡 它只要是溫熱的 然後在一個溫暖舒服的環境 比較容易讓人家感到心暖暖的 卸下心房 就會答應你囉 你喝冰可樂會放鬆 還是泡溫泉容易放鬆啊 放鬆人會比較容易 可是跟你去泡溫泉 基本上已經告白成功了啊 也不一定啊 怎麼可能 你開玩笑喔 不好意思喔 我們要不要回顧 剛才兩分半鐘以前 我喝咖啡沒有失手過 笑死人了你 沒失手過 所以陳暉權可以馬上來決定一下 你們的命運 來 請秀出命運獎金屬 我們的每一題的排列 每一題都不一樣 最少這一題最少是一百 最多一萬 命運之鈕請選擇 想一想 按對了你會輕鬆很多 四號 你抽到的是 三千一號 你很好 不錯耶 不錯耶 OK OK 你抽到是左邊的第二個 右邊的第二個 那就不得了了 那就是一萬 繼續答題 Dennis 四千就是千 兩分零七秒準備倒數 請出題 請問英文 In the dog house 今天是什麼意思 A 心情猶豫 B 手頭緊 C 受冷落 我的答案是C 受冷落 說定 受冷落 你覺得在狗屋子裡 都有受冷落的感覺 我不知道 多說一點吧 比較好笑 多說一點 我從來沒有在 dog house過 沒有說過 比較想去 看來大家對於狗屋 都應該都有差不多的感受 有冷落才 有冷落感 對 滿好笑 這個英文的理語 In the dog house 不是說你家亂得 跟狗屋一樣 而是說你惹某人生氣了 所以你也沒有辦法 受到一般的待遇 你就要滾出去 你屍寵了 你被打入冷宮 就能從家裡移到狗屋去 陳維權又來了 加油 第二題再按他 我們的獎金安排又不同了 命運獎金數請公布 只有你們三個人看得到 不要發出任何的聲響 命運之鈕請選擇 最少是一百 最多是一萬 漂亮 剛才三千 不可能再三千嘛 對不對 當然不可能 漂亮 他抽到的是 不會 都是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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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總比沒有好 對 沒有 都是錢 都是錢 繼續答題 一分五十秒準備倒數 來 請處理 科學人就發現 在睡前聽音樂 會影響睡眠品質 請問聽哪一種音樂 會產生最多的睡眠問題呢 A 古典演奏樂 B 抒情 愛情歌 C 電子流行樂 我的答案是 C 電子流行樂 鎖定 聽電子流行樂 會產生最多的睡眠問題 誰聽電也有一天睡覺的 我 你也只有一種音樂大卡 難怪大方長得怪怪的 對 你看是睡覺的 一些舒眠音樂 助眠的 心靈音樂 愛情歌是最接近 不然就什麼鋼琴音樂盒 卡龍 慢慢的 對 古典音樂是最好睡的 古典音樂最好睡 通常來講 對 除非它很激昂 然後交響樂 你會咪咪咕咕咕的 就這一類的 加油 電子流行樂是嗎 來 接腳 我也有不一樣的看法 來 達力旋轉移 到你們計時開始 剛剛講古典音樂可能是最好 所以也不一定 是因為A的選項 它叫做古典演奏 1分30秒 我的答案是 A古典演奏樂 對不對 鎖定 產生最多睡眠的問題 因為演奏 演奏怎麼了 演奏這件事情 它其實 比較是Solo的概念 那Solo的概念 它就是一直獨秀 它就是要被注意 所以它會有吸引你注意 聽它的一些表現方式 對 你會聽得更專注 對 所以就會影響到睡眠之下 對 奏輯是這樣 古典演奏樂 答對了沒有 請揭曉 加油 很漂亮 寄卡農之後 我覺得你屑齒 沒有 要不要亂尷尬 陳陳也古典 敗也古典 那先跟大家介紹一個 很有意思的詞 叫做耳蟲 耳朵裡的蟲 那它就是一種 非自願的音樂意象 就像是有時候我們聽到 有些人唱一首歌以後 你一整天那首歌的歌 就一直在你的腦海裡 一直不斷地重複 你會覺得好煩喔 那它之所以叫耳蟲的原因 就是它像是一隻小蟲 在你的耳朵裡頭一直搔癢 讓你覺得非常的惱人 但是這種情況 其實要把它驅除 最好的方式是睡覺 可是有一種音樂 是連睡覺 它都沒有辦法 驅除它的干擾 就是古典演奏樂 如果你在睡醒的時候 聽了古典演奏樂 比起流行音樂 它會干擾你睡眠 兩倍以上的時間 你連在睡覺的時候 那個音樂都會一直在你的 這個頭腦當中軌盪 大胖準備了 準備秀出命運獎金書 最少是一百 最多是一萬 命運之牛 請選擇 漂亮 你果然 經過了一段時間的觀察 你知道大概怎麼 它會怎麼跑 對 恭喜 得到一百元 誰是錢啊 誰在安慰自己 很會選耶 追蹤你 蔡明佑繼續答題 一分二十秒到數了 請注定 Beta烏蘿蔔素 屬於脂溶性的營養素 在炒過之後會更營養 請問每一百公克中 哪一個蔬菜的 Beta烏蘿蔔素的含量 是最高的 A 大番茄 B 菠菜 C 橘甜酒 這個太難了 這個完全沒有概念我 但是最營養的話 這三個裡面我覺得 我的答案是B 菠菜 鎖定 看到Beta烏蘿蔔素 有一個橘色出現 不會想選橘甜椒 你就厲害了 不會 因為我要 追蹤我的心 追蹤你的心 聽我的心 聽你的心 對 A B再選 選了菠菜 請介紹 一百公克當中的 蔬菜Beta烏蘿蔔素 最高的 就是我們來講 又有機會了 其實真的很厲害 因為一般人 會覺得說 要有Beta烏蘿蔔素 那它的顏色 是不是比較偏橘紅 但是菠菜是綠的 但事實上 它算是Beta烏蘿蔔素 含量第三高的蔬菜 那它的這個含量 將近有四千 不過這當中 前兩名又是誰呢 剛剛我們看到的甜椒 大概都只有一千多 而第二名的紅心地瓜 有六千多 而含量最多的蔬果 不用說了 Beta烏蘿蔔素 當然在烏蘿蔔裡頭最多 烏蘿蔔它的含量 是有一萬多 所以基本上呢 是最優秀人 大方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命運獎金術不一樣了 好 靈感好一點 這樣就0好了 來 請公布 最少一百 最多一萬 命運之鈕 請選擇 左手按鈕 換個暈 進步了一點點 不會吧 恭喜得到三千元 OK啦 OK啦 就在旁邊 蔡明佑繼續答題 好的 請助理 七步詩 因為首付馬斯克推文而爆紅 請問這七步詩最早記載於哪裡 A三國志 B是說心語 C實際 這個我真的 我不知道 七步成詩啊 是誰 七步成詩 七步成詩 克福推文 我的答案是C實際 我忘了 我忘了 一門中列 對 曹植的七步成詩 我印象中 我是在讀這個東西 七步詩 有跟實際連在一起 我只有這個影響 來 請揭曉 果然不是 你怎麼知道 果然不是 答題旋轉移 米菲接手了 計時開始 我只能 我只能 我只能亂猜 我的題目是 我答案是 B 請順利 試說心語 怎麼猜的 沒有 蘋果的直覺 直覺 答對妳 不要 直覺不錯 好 好 就講到七步成詩的典故 當然大家都會想到 曹操的兩個兒子 魏文帝曹丕 還有他的弟弟曹植 那相傳曹丕 因為忌妒了曹植的才學 所以就要求他 必須要在七步之內 以兄弟之情做詩 但是通篇 不能講到兄弟二字 沒想到曹植 他真的一步一步 緩緩地步出 然後講出了這一首詩 那大家都會認為說 那既然它是三國時代的故事 應該出現在三國治裡吧 但事實上 三國治裡頭沒有 後來在三國演藝裡頭呢 出現了這個 馬斯克所寫的這個版本 主鬥燃鬥奇 鬥在府中氣 本事同根生 相間和太極 但是他最初呢 其實是出自於 是說心語的文學篇 是三國演藝呢 就這個文學篇 再把它做改寫的 好 恭喜了 阿中要準備了 OK 準備開火 命運之鈕 請選擇 最少是兩百 最多是兩萬 他拿到了 在隔壁 在隔壁 在隔壁而已 繼續答題還有二十秒 絕對充分 請處理 體溫測量的部位不同 對於發燒的溫度門檻也不一樣 請問教練哪一個選項 代表你已經發燒囉 A 耳溫超過三十七度 B 硬溫超過三十七度 C 耳溫超過三十七度 C 耳溫超過三十七度 快 我的答案是 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 鎖定 這三個地方的溫度 哪個地方溫度最低 溫度最低 這裡 耳溫很像還滿高的喔 會不會 耳溫好像比較高 耳溫的溫度會不會比 腋下溫度要高 我也不知道 可是裡面 超過三十七度最厲害的 耳溫超過三十七度 才誇張嘛 對 反正因為你沒有時間 應該最低的 希望你猜對 好 對 耳溫三十七度太合理了 這三十百分就是發燒 來 接手 對不對 正確答案是 耳溫超過三十七度 算發燒 其實這不令人意外喔 因為在剛剛我們的 三個選項當中呢 只有額頭是浮入在 這個空氣當中的 那當然就會容易受到 外面空氣的溫度的影響 就會讓它的這個體溫 是稍微再低一點 所以如果你連額頭 都已經超過三十七度 代表你的體內 其實是滿熱的 但是在我們的身體的中梳呢 通常是正常人的溫度 大概在三十七到三十八度左右 所以呢 如果你量的是肛溫 那或者是其他耳溫 這種比較是在裡頭的溫度啊 大概是在三十八度以上 才算是發燒 第一階段已經結束 現在 蔡米佑跟Dennis都答對四題 目前三組的獎金 這也是我們播出以來算 差得最少的喔 Dennis跟陳蕙拳這組 拿到三千一 蔡米佑大胖三千一 米菲小 各拿中拿到的是兩千 可以舉牌嗎 可以 換 馬上換是不是 換 陳蕙拳 可以換嗎 趴舉牌就要換 今天不太合邏輯加油喔 全明星動略模範生招募中加入會員 讓你有鍛鍊籌碼的機會 在社會走跳總要有兩個抑制題目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明星動略趕快來訂閱喔